这个商家都是染到这样问题油了吗 好来被北海资料油这个染上的 包括除了刚刚提到的鼎王 已经发出了最新的声明了 这包括呢他有这样优惠之外 还要来看到是王品 王品他们也有最新的声明了 他们表示说1月1号到9月11号 这期期间你的发票呢单点退费 如果信用卡签单的话 可以送你八折券 好也是用变相的方式来补偿消费者 另外呢春水糖也一次染到北海资料油吗 不过目前他们的声明是不补偿给消费者的 另外还同样染上这个问题油的 还有这些有名的商家 包括很多人爱吃的享食天堂 目前他们还没有决定 到底要怎么样弥补消费者 而还有一顶活家极品 很多人爱吃虾也会去这个地方 他们说只要请您这个来消费的发票 就可以来退费 另外呢泰国料理很多人爱吃的瓦城 现在难道也染上北海资料油吗 他们也宣布了公布退费方式要等到11月11号 就这一段期间他们要先做演你 然后就会告诉消费者退费的方式 而不过其实来看到这一回呢 问题有整个这样连环报持续大延烧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才短短几个小时而已哦 食药署又马上新增了 北海油脂下油问题厂商总共11家 产品25项 其中就包括了彰化的河家乡葱抓饼 还有宜兰 河市草国际公司的干拌面 另外呢 嘉义知名的民雄肉包 让民众害怕杀一个黑心油 到底又会染到什么 大火快炒带点辣味香喷喷 下降高丽菜香榭高丽菜 都是店内畅销名菜 瓦城泰统集团发出声明 旗下三家餐厅 曾经使用过北海古早味香猪油 不过已经从9月12号起 进行预防性停用 并且改用自制猪油 不慎染到黑心油 对消费者实在很抱歉 非常的遗憾 与这个抱歉 那我们会在一周之内 11月11号 提出我们相对应的因应方案 现在连知名的泰式料理也出现危机 全国食安问题不减反增 卫福部长再度被炮轰 国人怎么能安心呢 我们今天的原委管理管道 变成这个样子 管道猪油问题 牛油问题 椰子有问题 5号到6号早上 短短一个晚上 北海油脂下游问题 就多出11个厂商 25项产品 其中包括宜兰和市草国际公司的 干拌拉面系列 苗栗竹苗联盟葱抓饼 还有彰化知名何家乡的葱抓饼 包括你可能都有吃过的 嘉义民雄的大肉包 下游的名单还没有完全出炉 遭质疑会不会是香港金宝云进口的油 出了问题 食药署还没有查厂动作 就怕致癌物 民众早已经吃下肚 政府单位却只会原地逮捕 香港那边我们要做官方的一个调查 的话一定要对方的同意 黑心油持续延烧 不少知名餐饮店家用油都有了安全疑虑 下一个问题会在哪里 民众对外食已经恐惧万分 这里外不是台北采访报道